火车站不一定能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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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火车站也很挤 挤到什么程度 火车站上其实不是很挤 但是你想要上火车就回车 对 特别挤 我本来戴着眼睛都挤掉了 我们一批有八个人 有两个人都没有挤上火车 他们两个是 就是为了 理让小孩 妇女小孩 他们最后上 最后就没有位置了 他们也上不了 前两天我们 当时小姐 也不了解情况 觉得还是在家安全一点 不要到处乱跑 那天谈判 谈判的结果好像不太好 我们就感觉到 这个局势就是比较危险了 已经是比较危险了 所以就是 而且大使馆也跟我们说 能走就尽量走 我们也要听大使馆的话 就尽快撤离 西主任说是这个礼拜周末 能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没想到礼拜三的时候 就有战火消息 然后再问西主任的时候 西主任就没有得到 给我明确的回复了 这点我们心情也很复杂 因为也不能保证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毕业证 我们对谈判的结果 其实还是有一个期待值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谈判不可能 那么顺利的就进行 所以在这一时间段来说 利沃夫他毕竟在乌克兰的西部 相对来也比较安全 而且他靠近波兰 从这里去其他地方出境 也是比较方便 证据 你的 ok 顺利 是 文字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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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